上市上有一些狀況 所以跟教練就是在賽前就做討論 然後就是針對有把握的 然後以安全性最充足的狀況去參賽 其實挺不容易的 五連霸要一直堅持在這邊 其實也是年紀也有一些 其他選手的狀況也蠻好的 年輕選手也很多 就是包括誘然或是佳榮甚至是艷長的部分 其實大家能力都有在成長 那也希望藉由這成績繼續 大家一直互相競爭 良性競爭其實對選手的成績突破 都是一個好的一個過程 今年其實在前半年其實都一直在做一些磨練跟測試 包括自己的套路還有一些動作的測試過程 跌跌撞撞 那可是在下半年度的世大運啊 然後亞運會啊都能順利 照著自己的節奏跟步調去執行 那我覺得蠻開心 那也真的是在從奧運會之後 成練了一年多的時間 再次站上頒獎台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開心 那也希望可以繼續努力 就是真的做好準備之後 再出發去面對下一場賽事的到來這樣